《國情講情》 歡迎收看《國情講情》 最近中國的南邊 比我們香港更藍的地方 和輪郭發生了一些風波 而這個風波相對不用 話說這也是共產黨的地方 越南和民間之中 對於中國很不滿意 很不滿 兼且有些好像我們以前 釣魚台或反日示威抗議的朗潮 在越南正在醞釀 但今次是矛頭 直指我們中國 是的 一定程度上 越南也有一種情意結 覺得中國欺壓他們 當然這種民族主義情緒 我們都要有一定的了解 譬如我們有時讀歷史 東漢馬獻名將遠征交恥 我們聽到歷史就覺得 挺好的 於是我們東漢的時候 將我們的版圖開拓了 但在越南的角度 就說在那段時期 他們出現了兩個女名將 一個叫儀貞 一個叫儀貞 一個叫儀責 是兩姊妹 在抵抗東漢軍隊裡 都立了很多戰功 我記得我們 舊時的第一任總理 很懂得做 在50年代他訪問 越南河內的時候 特意去廟裡 拜祭這兩姊妹 當然這樣做是很聰明地 去舒緩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想說明就是 我們中國人很多時候 沒有那種自覺 好東西我們又開拓了版圖 又打贏了 但如果你擺在越南人的角度 就是北邊的大國 走來侵量我們 是有這種感覺 當然 越南和中國 有西沙群島 南沙群島的爭端 他又不叫西沙南沙 他叫做黃沙長沙 他有他的名字 就等於釣魚島 我們叫釣魚島 日本人叫尖國群島 的確確 在過去幾年前 亦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現在亦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接連四個星期日 越南都有反中國的示威 大家熟悉越南國情的人都明白到 如果越南當局是不准許的話 就很難會容許國民在大城市上 接連四個星期日 你都有反中國示威 偶然突然一次 一個星期日都說 接連四個星期日 你就知道當然是 越南當局默許甚至暗中鼓勵 尤其是這些國家 其實他的體制 或者公民社會 其實被壓縮程度 和大陸是不模多樣的 沒甚麼理由 在四個星期日 可以出來 兼且傳媒又可以任採訪 之後又可以讓他們主動地表達訴求 尤其上國際媒體 當然有些人都說 其實這些手段 是轉移國內問題的一個視線 也很容易理解 但是在強輪之下 強輪這個理論 其實好像新加坡對馬來西亞 都是沒有辦法之中的一個辦法 亦是比較便宜的方法 但實際上領土主權這件事 沒有理由 好像邪中國讓了半個島 給俄羅斯 這個民族主義 亦都令到越南人 覺得大陸是很威脅 尤其是現在越來越威脅 是的 很簡單說 中越的關係很複雜 四五十年代 我們關係很密切 是叫做 同志加兄弟 不但是社會主義的同志 還是有兄弟歡的關係 這個是很緊密的關係 跟著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我們支持越南去打美國 當然這個時候是很緊密的盟友 但是其實當基辛格和尼克遜 秘密訪問中國 尼克遜訪問中國的時候 越南都是有些戒句之心 從越南的角度來說 當然就是兩個大國在頭上談和 當然在這樣的壓力下 我們都知道在七三年頭 巴黎和壇有個協議 但是沒有多久 越南根本不 即是北越 當時北越沒有什麼手禮協議 七五年整個中南半島都解放 然後大家就反面了 以前所有的不滿都宣洩出來 我們看到在舊時南越首都西貢 現在的胡志明市提案那些地方 那些華裔的越南人受到很大的迫害 於是我們香港人很熟悉的 頭賓路海那些越南難民 反面了 到七九年頭二月 七九年的二月 有我們中國所謂懲罰越南戰爭 一個細規模的邊境戰爭 稍前七四年 我們中國就在當時的南越政府手上 搶回我們的西沙群島 在八八年我們已經統一了的越南 打過一場海戰 搶回南沙群島其中幾個島嶼 所以這段時間打了幾場仗 但到九十九一年左右 大家就恢復黨與黨 國與國的關係 大家其實都很清楚了 大家都是搞這個經濟現代化 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大家是盡量去搞好經濟 於是大家也相安無事 越南的經濟改革模式 很多時都是跟中國很接近 十分之接近 當然他未必肯說以中國為師 但那條道路差不多 沒有太大分別 反而在政治改革方面 越南就走得比中國前一點 那些領導人 有兩三個人 經常有兩個人讓你選擇投票 選擇總理 選擇國家主席 都可以在國民大會上投票 比中國更走前 其實你都看得到 中越兩國都明白 簡單來說 第一 領導爭端很難很急切間解決 你說你的 我說我的 那怎樣解決呢 口和鼻口 即是沒有說 難道我不要了 我給你嗎 即是不得想像 不要說 我算了 是你的 這是不可以想像得到的 第二 問題是 大家都不想打仗 越南亦都沒有資格 在海空戰場上 和中國打仗 中國亦都知道 打仗不是打不打贏越南的問題 而是 代價太大了 即是把整個東盟趕到美國那邊 以後以前盡了這麼大的努力 去爭取東盟 浪費了這麼多資源 去跟東盟建立好的關係 現在又說戰略夥伴關係 又說自由貿易區 那你是不是 炒和整個計劃 令到中國威脅論 成為普遍接受的印象 這個中國亦都不想 所以我們見到一方面 就是 我們那些海巡船 去剪斷別人的電艦 但另一方面 我們理論上 都是負責外交事務的最高層人員 戴炳國國務委員 比外交部長更高級 亦都跟他們的外交官員談 基本上都說 大家要將這個爭端 盡量降溫化解 領土問題當然 難以可見的將來解決 但起碼不要擦槍走火 衝突要降溫 尤其是這個時間 就算說降溫 我覺得越南裏面很難降溫 我看回這幾日新聞 包括有個五歲小朋友說 我準備當兵打中國 不算這些那麼刺激的事情 現在開始有些跟我們 我們那時大陸年青學生 或者青年人 反人的情緒差不多 越南的明星 穿中國旗袍 又說你買過 用中國東西又不行 要用日本東西 看回原來這個月 對於大陸的貨品 越南進口大陸的貨品 都少了5% 這些民族主義 又不停在醞釀 甚至有些軍事或學者 都說不如在這個時間 我們跟美國結盟 跟老死 死對頭結盟 一起力抗中國 當然大家看 看著航空母艦 即不是害怕這個 其實有點像 即是我們那時 七二年面對蘇聯的威脅 中美關係出現突破 現在越南也有多少利用美國 來制衡中國 所以你看到他們有大規模的海軍演習 去年已經有 今年又是再做一次 我想日後都會多做幾次 這一類的活動 但是我自己覺得 你剛才說中日關係 真的很遲 在中日關係 在2001到2006 小傳當政的時候 中日關係嚴重倒退 大家都知道 他每年都去參拜正確神社 但是中日關係有所謂 是正冷經熱的情況 政治關係很差 停了高層交往 但是經濟繼續很嚴重 現在這個中越關係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情況 是的 那究竟中越的關係可以去到怎樣 又或者整個東環是怎樣 我們下一次回來 我們講第二個國家 好 看一看第二個國家 東環的國家怎樣做 休息回來再談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回到國情講情 我們上一節就講了越南怎樣在中國的威脅之下 軍事強國之下怎樣力抗中國 另一個國家也是跟我們比倫 也跟我們在南沙群島有爭議性的國家 就是菲律賓 菲律賓這次都不知道究竟阿基諾三世是買大還是買小 一方面就很大聲地說 現在我們把南沙群島改名我們叫西菲律賓海 擺明是菲律賓人的 同時間高調地跟美國的國務卿希拉里會面 會面之中也得到希拉里承諾可以提供更多的軍備 給菲律賓政府 雖然大家都知道經過上個暑假的事件 都知道其實菲律賓買搶又通街 都可以買的 什麼武器都有得買的 但是在這個強輪的時間 都看到連阿基諾三世都擺出這樣的姿態 看似一手航空母艦顯得出 挖起整個東盟的風波 我覺得菲律賓口頭上 叫囂多實際行動和越南不同 越南我們看到三十多年來首次再發出征兵令 這個姿勢比實際多 今時今日中越兩國打 如果是海戰和空戰 多幾個陸軍都沒有大用 但他亦說拿24億美元不是野小 越南亦有很大的外貿赤子 拿24億美元來向俄羅斯買基諾級的潛艇 買蘇亞30的戰鬥機 這個真金白銀加強海空力量 對中國來說當然出現一種小小的軍備競賽 跟你說中國很快的航母艦下水的挑戰是有關的 菲律賓似乎有些不同 都是德國港節 因為菲律賓跟越南比軍力更弱 跟中國比較 因為大家沒有接警 只有海空戰 海空戰根本就… 強弱懸殊 沒有得打的可以說 根本就不用說了 越南你都可以說 他真的打過那麼多年越戰 他的陸軍都能打得下 如果在邊界有事 都可以有力頑抗 但菲律賓根本在軍事上 就沒有得說 不用想的 只知道太多個實際 似乎都是拉攏美國多一些 你說拉攏美國 其實最初 就在本世紀初 即1911事件之後 菲律賓當時的總統 就是阿羅約 是派兵去參加聯軍 當然都是姿勢的 幾百人去 就贏得美國的好感 就贏得大批軍援 後來因為國內反對 大家都記得 歐富汗綁架了一些菲律賓的人質 結果在國內壓力下 阿羅約夫人總統撤回菲律賓的軍隊 當然對美非關係有打擊 現在又嘗試利用 南沙爭端爭取美國的支持 當然想轉移一下國內 種種經濟不滿的視線 這一類的姿態 當然也挺迎合民族主義的情緒 總統採取強硬的態度 抗拒中國的擴張 維護領土主權 和美國加強外交關係 安全關係 應該都可以得分 大概都是如此姿勢 當然了 都姿勢開了 八月那時 這麼不幸的事件都看到 反而我會看到 美國在這個問題 南沙問題上 竟然是十分大的角色 美國就是口華 當然透過談判 或者透過正常的 即是Diplomatic means 外交途徑可以去解決 這些爭議 但是國務卿希拉 你都說到沒有 其實美國在南沙都有權益 美國人 他的版本就是這樣說 當美國官員訪問中國時 中國官員向美國表示 南沙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說到核心戰 就毫無退讓餘地 毫無談判的餘地 但是中國時候 就有些否認 於是 都是幾羅生門 我們不知道 中國是怎樣表示過 但是希拉里的表示 就是清楚的 希拉里表示 第一 美國在南沙都有基本利益 要維持航行的安全 以及自由等等 另一方面 就加多一句 第二點 美國是支持大家 透過多邊的談判 透過多邊的談判 解決紛爭 中國對這兩方面都很敏感 第一 中國會覺得 南沙這些問題 一向中國的立場 都是中國和當事國的問題 就不關其他國家的事 你說多邊 是不是說 你也有份呢 為什麼你也就這個問題發言呢 其實中國當然也明白 沒有美國撐腰 好像菲律賓這些國家 沒有軍事力量 沒有軍事力量 始終都是當這些爭端 升級升溫的時候 中國當然基本上還是看著美國 而這些國家基本上 亦都是希望爭取美國的支持 加強和美國的軍事合作 來制衡中國 但是這一盤棋真是很奇妙 我自己覺得 原本就學教授說 一開始東盟 組織起來的時候 中國做很多事情 向這個東盟國家示好 結果到最後 一個艦艇 一個航空母艦 已經可以令到大家嚇到魂飛魄散 中國事實上 從建交 70年代 跟這些馬來西亞 菲律賓太國建交的時候 開始 都希望盡量 降低這些國家 對中國所謂中國威脅論的觀感 那時候最初就表示 中國共產黨不會支持當地的共產黨 來安排他們的心 後來當然是經濟合作 講來講去 中國很強調的是 97、98年的亞太金融危機的時候 中國沒有把人民幣貶值 撐著各局 如果人民幣貶值 大家又要相繼貶值 於是便亂局 再加上從2002年開始 大家談判自由美區 去年1月1日開始 大家的貿易和投資往來 是增加得很快的 在這幾個月 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額 已經超過中國和日本的貿易額 換言之 歐盟第一 美國第二 東盟是第三大貿易夥伴 日本是第四 當然東盟是十個國家 但是如果你這樣算 東盟已經是第三 超越日本 亦都可以反映到 過去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額 貿易發展很迅速 自由貿易區 亦都有作出貢獻 當然中國都會看著 希望維持和東盟整體維持良好的關係 始終絕對沒有意思是兵庸相見 雖然在網上 中國有些比較激動的網民 經常都說要出軍 即是中日有磨擦 又說要和日本打過 中越有磨擦 又說要和越南打過 即是現實政治來說 大家真的不要忘記打一場仗 不是只是那場仗的消耗 而是對中國整個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 從事現代化 減少中國威脅論 和自己的輪郭維持良好關係 這些考慮其實真的代價很大很大 尤其是如果打起上來的時間 就真是被人可以說中國威脅 已經立即可以這樣做 那其實一句說話 已經是美國了 即是你和越南打一場小仗 和菲律賓打一場小仗 你說最低擊的是誰 真是美國 尤其是這個時間 大陸都很應該想想 究竟他部署航母艦擺在哪裏 當然擺得北一點 又說對日本有威脅 擺得南一點 又對著這個南海各個東盟國家 擺在中間又對著台灣 擺在哪裏都煩 明年台灣總統說他 又不能擺得太近台灣 即是擺頭擺這樣的東西 都希望世界和平最少 就算如果真的激怒了東盟國家 自己大陸那條這樣的運油線 都有點問題 是呀 又要驚慘東盟 是呀 基本上你說運油線 當然很重要考慮 今時今日大概中國的石油 即是中國輸入石油 已經是佔中國石油的消耗 是超過一半的了 即是多過一半的石油要靠輸入 而起碼估計有七成以上 是要經過馬六甲海峽 所以反台都沒有禁議 都希望世界和平 基本上大家都是這樣想 即是中國始終以現在發展的態勢 肯定是希望再有二三十年 給中國發展經濟 真真正正成為一個綜合國力 有可以和歐美國家比的強國 你現在仍是差一大絕 我們都息活二代 看看南海的局勢 今集國情講情到此 下集再見 我們是在平白性的 我們有試過 我們會再做幾千萬 我都係臨的 在平白性子 我們是在平白性子 大家在平白性子 我們進行